Legos 也不是第一次出 Ironman 的 Hookbuster 不過這次一套有1363塊 比起上次的小組只有 248塊 多了五倍多 所以見到它除了大隻了 有氣細了之餘 細節位和可以玩的位都多了很多 雖然新一集的復仇者聯盟今年就會上映 不過今次的Legos Hookbuster 就是 Ultron Edition 即是上一集奧創紀元出現的版本 所以套裝入面獨家附送的 Ironman 亦都是電影入面出現的 Mark 43 今次的 Hookbuster 有1363塊 其實不算多 難度亦不高 但完成後就很有份量和霸氣 結構和細節位都做得非常出色 可以見到它有很多關節都可以移動 而且移動角度都頗大 可以方便擺放不同的動作 唯一美中不足之處就是膝頭的關節不能屈曲 可能妨礙了擺放更有型的姿勢 為了加強可換性和可觀性 這個套裝都花了不少心思 好像多了一款可以更換 有可動元素的手臂 亦加入了地台和不少小配件 整體來說這套 Hookbuster 都頗好玩 而且完整度高 Ironman 的 Fans 就不可以錯過 不過有關發售日期和正式售價 就未公佈 如果以定價120元美金來計 大概就900多港元 都算多划算 另外一提的是 有消息說 香港將會有這幅相當漂亮的限量版 Ironman Lego 畫幻扣或附送 但詳情就未有 有興趣的 Fans 就要留意官方消息風暴